被志愿罗志强宣布参选 桃园市长之后持续勤走基层 而且根据我们掌握 罗志强今日已在桃园制产地点 就在桂山区的幸福国小附近 邻近学区买的是一户屋林 超过30年的老公寓 好处是离桃园火车站 车程大约5分钟 台北桃园来回通勤很方便 已经在桃园的桂山 找到了一间老公寓 那已经完成签约 生活在桃园 那才能够去更加的了解 桃园朋友遇到的很多的问题 近期罗志强对党中央态度逐渐放软 被党内人士质疑 是要替退出桃园预留后路 如今买房一试曝光 也顺势展现罗志强深耕桃园决心 在往桃园市长这条路上 我会继续努力 努力跟地方建立连结 但现阶段党内民调中 罗志强仍居下风 据悉立委鲁明哲 依旧领先万美龄 紧追在后 主名者委员在前一段时间的表态 是区域保守 但是其他人对他的期待还是很深 志强 接下来要做的 应该是赶快摆脱 跟党中央的这些争执跟泥闹 因为这一件事情 于桃园人角度来讲 绝对无助于他在桃园的选情 只是桃园人选 要定于一尊 考验可能还多者 像是目前在民调中排名第四的 吕玉玲宣布参选后 民调已有起色 更别说前行政院长张善政 还被党内点名是桃园可能空降人选之一 请走地方基层 多听民意 争取所有市民的支持跟认同 毛起来跑判的还是能反映在民调上 然而秘书长黄建廷 脸书也解释桃园不初选的理由 因为初选过程容易造成对立 也容易被对手介入 使得民调失真 一句尊重初选结果 绝对不是负责任的做法 但桃园这局就算没初选 却以剑拔弩张 TVBS的李明辉风卫 桃园报道 掌握全球情绪 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